女性小小于这2017年与老公结婚至今已有6年的时间 虽然夫妻俩没有孩子 但感情十分幸福甜蜜 她也经常在社群上发文分享和老公的日常互动 今日小小于更新天文透露 早上睡醒时发现 老公已经买好了早餐给她 让她觉得很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 老公买的早餐是素食店近期推出的新品 要价台币385元的熬虾汉堡 主打使用了纯正的野生美洲熬龙虾做馅料 可谓是史上最贵的汉堡 随后她的留言区透露 虽然汉堡里面的虾肉只有两口的分量 但还是有幸福的感觉 听话迎来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直呼 好羡慕小小于 有那么疼爱她的老公 让人一定要长长逐久啊 我爱你 你留在哪里 可恨什么 我们带到那里 我会让你来吧 感谢观看